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4年的8月1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强国房地产税即将闪亮登场 财联社电报2024年7月21日报道 中共中央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 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到 加快建立租购并继的住房制度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 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 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充分赋予各城市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 因诚实测 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解住房限购政策 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性住宅标准 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 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 别的不要看 只看最后一句话 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 就是要全面征收房地产税了 因为地方政府的工商税收根本不够养活地方政府的运行的 即使有一定程度的裁员 但也不能全裁了 还有地方政府的治安教育这块也是需要很大的经费支持的 钱从哪来 卖地收入已经没了 尤其是三四线以下城市 这个房地产税与政治体制无关 与政府治理的钱从哪来有关 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征收房地产税就是必然 日本当年就是在1992年全面开征房地产税的 原因就是经济下行 其他税收减少 房地产相关收入也减少 即使征收房地产税会进一步打垮房价 但是也要征收就是要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转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不做任何解读 全部来自网友的评论 这些网友真的成熟 有独立思考能力 他们的解读都非常中肯 有网友说 房产税有几个钱 整个产业链健康 才有就业有税收 他的观点是政府不会征收房地产税 看看网友的回答 蔡蔡蔡蔡说 你告诉我这个行业怎么健康 说白了要么就直接起飞 要么就是坠落 根本就没有中间带 喝小酒的大叔说 问题是健康吗 能医治吗 已经病入膏肓 不神秘不发丧了 既然死了 还能让他健康 那么收一些 算一些 有网友说 收房产税的前提是房子 全国联网 见到高官们开始卖房子了吗 黄河水浪打浪说 高官有几套房子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卖 你以为他们傻啊 在自己名下 很多在别人公司等各种形式名下 还有网友说 由于土地性质决定了 政府不会征收房地产税 不至于的小黑猫说 可以改成长期产权 但每年收5%的税 你想长期持有吗 我在围墙里有未来吗 说不是你说了算的 他要搞 随时可以换个说法 改个文件的事情 还有网友说 建议国家把全国的物业管起来 这样用物业费代替税收 既管好了物业又保证了收入一举两得 官员耗死说 回家又多个爹 以日突说 我那什么 歹毒啊 物业也要变公务员了 那物业违法都没人管了 有网友说 你在卖房子过程中 已经收过税了 咋解决法理问题 你发我笑说 这里依法过吗 还法理开个会的事 够法理了没有 你真是单纯的挺可爱的 该该说 开始交社保的时候 还收50岁退休呢 现在又怎么说 格隆会7月31日 据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经市政府研究 住房保障部门不再对 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进行指导 开发企业按照自主定价 进行销售 办理商品房 预销售许可证 备案手续 郑州取消限跌令 传递的意思 以后可以随便跌了 政府不管了 房企从此没有了顾虑 房价会加速探底 这个政策不光是郑州 一旦开了口子 全国都会跟进 就是要房地产商能卖点试点 回笼点资金 然后让韭菜再进场买点房子 到即使房价下跌 房子也卖不出去的时候 就会开征房地产税了 房地产税是一定会开征的 除此之外 银池退休 水电煤气涨价 体制内裁员 无毛印钞等等 都会相继到来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